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王梓华 多谢大家出席 今天来看我拿这个终身成就奖 当然如果你有看新闻你知道 应该拿终身成就奖的是 许冠文 但许冠文找了谁来颁这个终身成就奖给他呢 能够颁终身成就奖给许冠文 这个就是我的终身成就奖 我也不知道以后我这世人还有什么值得我追求 可能颁奖给金像奖 但是当然了除非在场有人会认为 许冠文是不值得拿终身成就奖 有没有 是有的 是许冠文 我前几天才见过许冠文 他就不断和我说 其实我有什么成就 就是我有什么成就呢 我真的有什么成就呢 我 很想和Michael说 为了我的终身成就奖 你容许我说服你 你是很有成就的 许冠文的电影是由七八十年代开始直到今天 他还不停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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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新的电影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只是讲讲七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那些人是很喜欢生孩子的 即是那时候那些人平均不是生一队足球队 他都生起码一队籃球队的 那时候是政府要劝告那些人不要生那么多 两个就够了 那样的 那当然啦 作为一个生开十个的生两个 那他会没有了八次娱乐的嘛 可能给一些公展会的门票他换回 那样的 但是不讲成年人的娱乐 我们讲讲 那你生了整队足球队来 整队仔 你怎样提供娱乐给他们呢 你真是怎样 带他们去泰国啊 那你真是踢世界杯外围赛那么吃力的 你只是一个打工仔在当年 你怎样能够提供 你那队足球队有足够的娱乐呢 不用去泰国 你去看许冠民就可以了 你那队足球队一样会好像踢球一样 会真正流汗 因为那条队是排得很长的 那你那队足球队一路排 一路都可以在那里想 真的好像踢球一样 入不入到去呢 入不入到呢 因为排到你的时候 那些票可能卖完 到你真的入到场 你就真的可以好像踢球那样排阵了 因为你是没有可能可以 一行买到十个位 你整家人就要分散 今天排三三四啊 四二四啊 还是四一一一一一一一那样 但无论如何 你看完 你会很开心 特别父母会更加开心 正所谓 看着许冠民 省回去旅行 宏观点来到看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 很多人认为香港很繁荣 但许冠民在当时也看到贫富大众 打工仔艰难的一面 他直接破解了一条 我们人人都以为既定了的数学公式 就是他发现了半斤是不等于八两的 他的私人弟弟还写了一首诗来形容 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是什么 出了半斤力 想说拿回足八两 现在饿饮食哪有半斤 等于八两 这么理想 拍戏可以拍到这么有诗意 怎会还是没有成就呢 再宏观点来到看 我们做人 好多人大部分时间 半斤换来的是一两 五两 四两 总之半斤都是差几两 许冠民的成就 就是令到无数人 无论大人 小孩子 一次又一次 在一个多钟头里面感受到 原来半斤是有十八两的 跟着下来 我们试试 从画面上感受一下那半斤十八两的威力 谢谢 许冠民Michael 生于广州 一九五零年代 随父母 和几位兄弟 来港定居 读大学时期 已经在电视台兼职 在一九七一年 Michael 创作了电视节目 《双声报喜》 正式开展演艺人生 之后 Michael 在李汉祥导演和周文怀先生的推动下 逐渐成为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人 连同许冠母、许冠英、许冠杰三位兄弟 制作了多部现象级的卖座喜剧 例如《鬼马相声》 真的很喜欢吃鸡味 《半斤八两》 《鸡同鸭港》等 由Michael主演和监制的作品 共七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男主角提名 两次最佳编剧 和两次最佳电影提名 他以《摩登保镖》 荣获第一届最佳男主角 2016年主演的电影《一路顺风》 亦曾获得最佳两岸华语电影 Michael的创作 永远关心小市民生活 道地亲切 欢笑夹着无奈 化苦为乐的风格 影响了其后八九十年代的电影人 令香港的喜剧电影 迈进商业主流的辉煌时期 开创新风 带动潮流 许冠文 话语戏剧史上的一代喜剧大使 有请第四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终身成就奖得主 许冠文 好的 我只能有请第四十届香港电影 他自己也能說回生 通常 我拿什麼獎都想到一些話說 今晚我一生第一次 我真的想不到什麼話說 因為如果有人說你是很有成就 還要終生 那其實你有什麼話說 大家提示一下我有什麼話說 是嗎 我很威風 無論如何 今天我想坦誠一點 和各位說說我的心聲 首先我要多謝金像獎給我這個這麼珍貴的獎盃 記得 四十年前第一屆金像獎的時候 我拿了一個 最佳男主角 那時候我就以為 那些獎盃陸續會有來 一直等四十年 等著今天 一個都沒有 上個月 阿會長打電話給我 他說 我們準備給一個中西成仇獎給你的時候 我說 這麼快跟我埋單 中西成仇獎即是埋單 我還要拿獎 他說 你放心 如果你聰明就聰明就像謝賢那樣 你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因為謝賢 剛才拿了中西成仇獎 今晚 他分分鐘拿了最佳男主角 所以我謝賢 四哥在這裏 他坐在哪裏 四哥 在裏面 所以我四哥在這裏 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鼓舞來的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鼓舞來的 主持人 就是 補充 第一位是昔日,在無線電視台,一個財女、美女編導 她一開始跟我說,她說,Michael,你的樣子又不英俊,唱歌又差,你只可以做喜劇 這位就是當時雙聲報喜的編導,梁淑儀小姐 在這裏,我還要多謝跟她一起去設計雙聲報喜的兩位編劇家,鄧偉鴻先生和劉天馳先生 我還要多謝當時那位中國的大導演,她是要剪光了我頭髮,才給我一個機會演戲,演那套大軍佛 她就是大導演李漢祥先生,即是我師父 我更要多謝一位大製片家,她經常罵我,她說,Michael,你又固執,你又不聽別人說 什麼事情她想了,她說,你不如做導演吧 我得到這個機會,就可以自編自導展出一列系的許氏兄弟的電影 所以要多謝周文懷先生 那不用說了,我也要多謝我三位最可愛的,最親愛的,許氏三兄弟 許氏母、許氏英和許氏傑先生 他們三位都是這麼多年以來默默地支持著我 他們真的默默地支持著我,因為他聲音都不敢出 他聲音大鴿惡,又挖強,又固執,又牙尖咀利,誰跟他爭論呢 許氏英已經去了天堂了,我知道今晚,許氏英一定在看著 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跟他說,所有你對我的批評都是對的 我沒有你真的其實是不行的,我很掛念你,多謝你 這個獎是大部份都是屬於你的,其實應該 跟著呢,我想多謝我家人,我兒子和我女兒 今晚都來了,今晚 許氏惟和許氏恒 他們兩位就是我電影的參謀來的 因為世界上,未試過有一個老爸 由世事寨都趁他們入房 不是去教訓他們的,是要他們幫忙量的 多謝他們 多謝他們 多謝我兩個乖孫仔和孫女 Noah和Aidan 她是我的電影的顧問 因為現在的電影的觀眾是越來越小的 沒有了我兩個孫子做顧問,我是沒有辦法拍到電影的 所以多謝他們 最後呢 我想多謝我太太,鄭潔英女士 我太太呢 是所有我喜劇靈感的來源來的 因為她有一個非常之樂觀的人生態度 她認為今天天下跌下來 明天都會更好 有時候呢 我覺得自己山窮水盡的時候呢 想拍攝悲劇 想拍攝悲劇 她便會罵我 她說 需要你拍攝悲劇給我們看嗎 這個現實還不夠悲嗎 寫新聞就可以了 段段也是 現在我們戴的口罩戴了兩年多了 你一定要繼續拍喜劇 令到我們香港人 就算要哭 都是笑著哭 我也是拿著這個宗旨 拍攝所有我的喜劇 所以有時候在街上走 如果你看到我呢 看著天 那些表情怪怪的 又不知道笑 又不知道哭 其實那時候呢 我是笑著哭著 在這裏我想提醒 我所有香港電影的兄弟姊妹 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會面對比較困難些的時光 但我們千萬不要怕 我們明天一定會更好 因為我們香港人 永遠都會有那種精神 而那種精神就是 就算我們哭 我們都會笑著哭的 多謝大家